水车巷的辅导乡亲们 水车巷的辅导乡亲们 咱们水车巷的大英雄 水西安 被那复兴社给抓了 现在咱们得赶紧回去救水西安 你们说救不救 救 救 救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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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救 救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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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 那那水西安 可是咱们水车巷的大英雄啊 你咋去 我得去看看呢 那是复兴社的人呢 你还害怕复兴社的人 那可不 你这滚刀肉的外号白叫了 呀呀 被秘密抓捕了 对 你走了之后 代老板又发来寄电 我来不及通知你 所以就让吕飞去了 贺检长这是冰柜神宿 好 抓得好 所以既然是军人 我没对他用心 我知道 你们一起抗击过郑松军 还参加过北伐 是好朋友 所以 我想你去劝劝他 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估计现在去劝他 他也不会听我的 我都能想到他会怎么骂我 为了党国的事业 挨骂就挨骂吧 我们这叫先礼后兵 既然贺检长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去试试 水西安现在被关押在哪里 吕飞 站长 带廖副站长 去见水西安 是 廖副站长 是 最首要是 哪里 有 看 那是 留住了 你 这真的给我 是 俠是 我 有 真的 我 你 看 我 吧 我 你 廖副战长 是你要抓我呀 西安 从今往后 西安这俩字 不是你叫的 以后要叫我 就叫我水团长 说说吧 找我办法来啊 咱不着急 要口水 慢慢聊 还有什么好用 我不就是参加西安试变了吗 来 你说说 抓蒋介石错了吗 我问你话你说呀 西安的父老乡亲们 都听着 水车巷的大英雄 被那复兴社给抓了 有良心的 都帮我听见了 你干啥呀 还真是你的呀 你什么事这么急啊 非你现在说 爸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是要跟他们去 复兴社的情报站 要水西安是吧 就是啊 你糊涂 不去 怎么了 还怎么了 您知道复兴社是干嘛的吗 我该怎么给您解释呢 这个复兴社啊 就相当于明朝的东厂 要多狠 要多狠 想要谁名 您这不是去救人 您这去送死 没有 你爸甭管咋说 也是个男人 这我要不去 那还不被水装巷子 老百姓个笑话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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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我可以理解啊 这样 您还换一个角度想象问题啊 您想啊 就这么一群小老百姓 要去复兴社要人 怎么可能 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我可不是想念啊 只要是参加了这次行动 无论是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 最后呢 我都得让人家查找 您不管咋说 那我不管 人家水仙 人家湿尘水车 人家的大英雄啊 我怎么就跟您说不明白 您听不明白 好好好 这样 您再换个角度想想啊 您想啊 这么一群人 呜呜呜呜呜的 到了这个复兴社门口 肯定没闹事吗 尤其是云秀那女人 在那儿煽风点火 是不是得出了大事 如果真的是出了大事的话 让人家查出来 您 是我爹 您想想 到时候我这个警察局 队长的位置 还保得中吧 那你不让我去 就为了你这位置啊 我 行行行也可以这么说 但关键不是这个 是水仙参加了鲜事变 这事儿谁也抱不住他 那我们也不能 很眼睁睁地看着水仙被抓 我可就袖手旁观呢 爸 我怎么就 跟您说不明白您这样啊 您再换另外 换什么换 我告诉您啊 您要是去就是死 我就不相信 什么复兴社能对老百姓开情 对对对对对 爸 您说的也有道理啊 这个复兴社确实是 不可能向这个老百姓开枪啊 不是 但是 它有没有可能 动用我们警察局的力量 去镇压呢 如果真到那个时候 您是闹事的 我 您儿子白耀祖 警察局的队长 您说我这枪 是对您哪 还是您说怎么办 好了好了好了 咱听话 心安 你下协商那就叫谋反了 这是任何搞政治的人 都无法容忍的事 你少跟我谈政治 你没这个资格 是 云秀从来都不相信你死了 他在水车巷一等就是十年 可你呢 你在外面花天酒地 还结婚生子 你还是人吗 我都替你感到恶心 齐儿 滚 你这是怎么跟哥说话呢 你不是我哥 我真的不想再看到你这副无耻的嘴脸 你给我滚 刘副站长 您出来一下 咋了 水车巷的百姓堵在咱们父亲生门口 吵着闹着要睡西安 这次不是秘密抓捕吗 他们怎么知道的 这我也不知道 站长让我赶紧请你回去帮忙解围 走 这只不够是 不够是 不要打扮 来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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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老板 我们没抓水西安 你敢说你没抓水西安 何江山 你堂堂一个战长 这光天花日之下 你敢满嘴胡说八道啊 林兄 你怎么跟哥说话的 别跟我来这套啊 你要是不放了水西安 我们可就不客气了 你听谁说的我们抓了水西安 你咋背着牛头不认脏呢 你 乡亲们 就是他们抓的 放到水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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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犯了水来 放到水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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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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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霓裕 你凭什么说我们抓了水西安 我看见了呀 你看见了 你在哪儿看见的 在黄包车上 你看到了 当时怎么不管啊 我傻呀我 我一个小小的女子 打得过你们这些大老爷们吗 乡亲们 我们复兴设西安站 是搞军事情报的 不是抓人的 我们真的没抓水西安 可我儿子 昨天晚上没回来 水老板 我工作忙的时候 晚上也不回家呀 也许 她现在已经回家了呢 也许我妹子看错人了呢 既然如此 那你就放我们进去搜查一下 如果没有在家的话 我向您赔情道歉 怎么样 说得清楚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我又不知道我敢站在这儿吗 知道就好 这情报站又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 要不是来找水西安 你就八抬大礁 抬我都不来 别胡闹了 听哥的话 归去 别跟我说这没用的 你要是不放水西安的话 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乡亲们 咱们就黄里重 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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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义 廖春风 掌本事的是吧 光天化日之下 竟敢用枪 指着水车巷的父老相见 二 兄弟们 你们的团长 我的丈夫 因为参与了西安事变的行动 昨天被傅先生秘密抓捕了 你们能眼睁睁看着你们的团长被捕吗 不能 好 有胆量的 就跟我去傅先生要回你们的团长 要回抬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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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叔 这里是国家重要的政府保密部门 狗屁保密部门 你帮我支好了 给我听仔细了 我儿子敢有个三长两短 看我不一把火 烧了你这个情报占不可 你信不信 徐叔啊 您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 我和水西安情同手足 再说她是我妹夫 我们真的是没有抓她 各位乡亲们 你们现在要闯的是政府的保密部门 请你们好自为之啊 你们保你们的密 我们只要水西安 尼秀 你别胡闹了行吗 你这样做是违法的 知不知道 我也警告你 你抓水西安 那也是违法的行为 你没证据凭什么在这里胡说八道 谁胡说八道了 你要有种的话就让我们进去 找人 找不着人 我们立马走人 我说了这不是你们想去就能借的地方 你个廖春风 你翻脸比翻书还快啊 你不是拿着枪吗 来 冲我这儿打 打呀 水叔 你叫我啥 叫我水叔 你当面叫我水叔 你又来就抓我儿子 我们真的是没有抓她 没有 怎么不敢让我进去搜呢 乡亲们 给我往里边冲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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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种 有种啊 有种 你帮我转来 我转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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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我了 贺江山 我来找我丈夫 他们是来找他们团长的 我们没抓水仙 既然没有抓人 那让我们进去搜搜 这是政府要地 严禁仅如 兄弟们 听到了吗 贺战长说 这是他们的政府要地 不允许我们进去搜 你们说搜还是不搜 咋了情报站 贺战长 你是让我们进去搜查 还是让兄弟们 砸了你这情报站 姚秋月 你是军人 应该知道军阀 今天我是来找我丈夫的 不管军阀不军阀 擅闯复兴设后果很严重 里面有很多的国家机密 你吓唬我 兄弟们 怕死就别跟我进 拿死像三岁的玩呢 弟兄们 给我继续找人 谁敢 你排下排 给我继续找人 其他人原地在命 西安哥 蛆处西安哥 蛆愁水西安 蛆处水西安 蛆处水西安 cuz lok 西安哥 Meu Imel 你 你 す 我 你 我的 是 我 都有 赫站长 廖副站长 等我儿子出来了 我可要跟你们俩算账的 水叔你咋这么傻呢 水仙咋可能关在复兴社的房子 报告 没有 有 报告 没有 报告等他们上 所有房间都照片了 没有看见水仙咱长 我估计他们把西安关在另一处了 他们要是不说 咱们也没有办法 啥叫没办法啊 我有办法 你有啥办法啊 他不是关了我西安哥吗 那咱为啥不能抓个复兴社的人呢 对啊 云庆说的有道理 要抓谁啊 还能抓谁 抓我哥呗 谁让他是站长呢 别怪我无情无义了 云庆 语众豪杰啊 我佩服你的侠义 狗屁侠义 我就给你换回我哥 走 走 小小小小小小 西安呢 那个干嘛 我跟你说 我先应该着急啊 怎么了 爸 没找到西安人 没找着 那你放心 我有办法找到他 和阳那 西安能在哪儿呢 这在问他们呢 干嘛 别着急 说吧 人关押在哪儿了 之前都说了 我们没抓水西安 姚秋月 你看今天这事 怎么处理啊 我今天既然能带着部队的人来 我就断定 水西安一定是你们复兴社的人抓的 你凭什么断定 那你就别管了 你只用告诉我 人关在哪儿了 没抓哪儿来的关呀 我最后问你一遍 水西安关哪儿了 不说话是吧 不说话是吧 好 那就有劳贺站长 跟我们到团部走一趟了 我为什么要去啊 说白了 水西安一天不回来 你一天回不到复兴社 你想关押我 不关押你 怎么能换回西安哥呀 滚 是礼拔外 邓参长 把贺江山带走 带走 想干什么 想造反啊 太岁头伤东重 你们干什么 放开 人家西安哥 都是收拾过蒋委员长的 你还太岁了 就你算老几呀 押走 慢着 贺站长你们不能带走 把他带走了 情报站的工作就得停 不停 你要想好好工作 把水西安给浇出来 云霄 搜也搜 是查你也查的 还非得说人在我这儿 既然你们这么盼不降丽 我这个副站长跟你们走吧 哥 你可想清楚了 我去你们团部待着 走 好 就行了 好 朋友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喝口茶吧 哥 跟我说哥 这半天一句话也不跟我说你啥意思啊 你跟我支气呢 是啊 你跟我生什么气啊 我们要抓的是贺江山又不是你 你偏偏跑到这儿来 行了 你就赶紧告诉我 西安被你们关哪儿的 我还得说多少遍啊 我们没有抓过水西安 都什么时候了 你怎么还是不愿意跟我说句实话呀 你说我骗你干吗呢 我告诉你 云秀都说了 他坐在黄包车上 他看见你们吉普车抓了西安 云秀的话你也信 我信啊 我坚信不疑 按照云秀的性格 他要真看见吉普车把水西安给抓走了 他不一下钻到车壳鲁底下 他还把车拦下来啊 他肯定会这么做啊 是不是 再说了 你们昨天找了一天他不说 今天到了复兴社门口他说了 你们这样大闹复兴社 不但人没找到 还闯下了大祸你知不知道 你们复兴社的人抓了我丈夫 我去闹复兴社咋了 有错了 你以为你们这样大闹复兴社水西安他 算了 不说了 今天真是把脸给丢大了 何站长 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丢脸了 更是给党国丢脸了 抹黑了 是啊 给党国抹黑了 郭主任 今天这事要谢谢廖副站长 要不是他 我可能就 何站长 这是春风该做的 廖副站长在临走的时候 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想大家都不会忘记吧 廖副站长说 党国的工作 丝毫不能有所欠的 廖副站长真是个好兄弟啊 我为他感到自豪 光荣 站长 我为了 水西安部队 不会对春风 放心吧 水西安在我们这儿 廖副站长一定会安全的 我会让上风出面干涉此事 好了 连归正传 大家觉得今天这事应该怎么处理 好 咱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现在被抓的是郭晓月 你心里什么感受啊 没那么多如果 秋月我跟你说啊 你每天下班之后呢 最好让水西安的警卫员跟着你 我不怕死 你听哥的话行不行 你要是还不承认 是福星社的人抓了西安 那从现在开始 我就没你这个当哥的了 好 就算你不认我这个哥 我们福星社也没有抓过水西安 廖春风 廖春风 你现在行啊你 你现在为了福星社 连我这个当哥远的都不要了 是不是 行 既然如此了 那我只能等着拿你来换鞋了 原本我们要抓的人是贺江山 可你倒好 关键时候 你替何江山挺身而出 你替他来挡子弹 你现在巴结上司 都巴结到这种份上了 行 既然我这个当妹妹的 你一点都不在乎 那从现在开始 我们兄妹之间 恩断义绝 你以后就接着 好好巴结你的上司 旧远啊 你懂吗 只要哥被你们抓了 水西安这命就算保住 你懂不懂吗 雨菲 你们抓水西安的时候 云秀到底有没有看见 当时周围好像没有人 我不要好像我要肯定 我不要好像我要肯定 我们干情报的 不能有一点点疏忽 是 站长 当时我们只顾着抓水西安 周围的情况 行了 云秀可能真的看见什么东西了 要不然 他不会找到我们情报站来的 贺站长 我倒是认为 云秀根本就没有看见 吕飞抓捕水西安 为什么 你想啊 凭借云秀的性格 如果他真的看见了 他不早就来找我们到了 还会等过一个晚上 再来找咱们 那他今天说的话 他那是在蒙呢 蒙对了 咱们就都上当了 不过他也不看看 他的对手是谁 咱们可是复兴社情报站的 专业情报工作人员 是 有道理 我妹子的确是这种性格 好了 不说我妹子了 我们就说说 廖秋月 带兵打砸复兴社的事情吧 大家有什么看法 我们应该怎么做 贺检长 我来说两句吧 说 我觉得 首先我们要分析一下 廖秋月这个人 我虽然和她接触得不多 但是她毕竟是草草的姑姑 和我也有一些亲情关系 所以我多多少少 从春风的嘴里 了解她一些大概情况 廖秋月 是个现代女性 有学问 有理智 而且智商很高 她分析认为 是我们抓捕了水西安 那她为什么要带兵前来 打砸咱们复兴社呢 因为她心里很清楚 凭借云秀的本事 她只会找来一些 平民老百姓 乌合之众来上门闹 但是毕竟 泥秋翻不了大牢 但是她带兵前来 意义就不一样了 必定是翻江倒海 把咱们复兴社情报站 打砸成什么样子 我想大家也都看见了 但是你们再想一想 即使咱们情报站 被打砸得像遭了地震一样 可是我们的桌子 抽屉还有保险箱 她们却没有染纸 为什么 因为廖秋月也是个军人 她深知一个要害部门的保密性 她也担心机密会泄露 这样她的罪名就更大了 所以我说 廖秋月才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人 有道理 大家觉得呢 我赞同郭主任的看法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不带草草了 我告诉你说不带就不带 我宁肯带十个蛋的 我也不带一个草草 沈儿 那草就是个孩子 那孩子又没醉 她妈不是个东西啊 她妈不是个东西 那孩子能知道个啥呀 你跟我说实话 嗯 你看见草草你生气不生气啊 沈儿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是真喜欢这草草 你说这她把她妈在这儿走下去 到最后最可怜的就是这娃娃 是不是 你不行 你心太软了 与人为善嘛 人善被人欺 咱这宰相肚里能撑传哪 沈儿 你不管咋说人草 是淡淡同夫异母的亲妹子 您不看僧面看淡面 我再听你一次最好意思 我就知道你能答应了 我得赶快去问问 这秋月跟她哥谈的咋样了 也不用去问了 那廖春风还能不对自己亲妹子说什么 这个人可肯定 走了啊 婶 怎么都不说话 你们拿着党国的心经 平时人无人流的 可一到关键的时候 连个屁都不放 到底应该怎么做 到底应该怎么做 何县长 既然事情已经闹到这一步了 我建议你 如实上报给戴老板 我让戴老板来定夺 可是戴老板知道了 不过这个战场 难辞其咎 hai 老板 收到你了 抢了 帮主任 给大老板发报 把事情如实上报 等待回复 是 赵慧 赵慧 啥 她说傅新生没抓西安哥 是 她还告诉我 说你在黄帽车上看见傅新生的人抓了西安 都是谎话 后来我就跟她说 如果你要再不跟我说实话 你这新歌我也不认了 可是连了 她依然不承认是他们复兴社抓的人 俊仁 那你说 这复兴社到底抓没抓西安哥 肯定是他们抓的人啊 你咋知道 我通过一个朋友打听到的 朋友 啥朋友 你朋友是干啥 他咋知道 行了 就别再打听这个事了 反正我敢跟你肯定 人就是他们抓的 你说这个廖春风呀 廖春风 他真是王八吃醋都舔了心了 云霄 你说 我哥现在哪就变成这样了 他现在连我这个亲妹的他都不认了 我真不知道 到底是啥让他鬼迷心窍了 笑啥呀 笑啥呀 他不跟你这个妹子说实话 他得跟我说实话 不可能 啥不可能的 办法总比困难多 办法总比困难多 说得好 我算是活明白了 这人啊 活在这世上的目的 就是为了解决各种各样的困难的 有啥呀 云霄 我发现你现在说话 有点哲学的味道了 哲学是啥味道 啥叫哲学呀 哲学啊 哲学就是教人们如何看待社会 如何看待人类 如何观察问题 如何解决问题 解释得那么复杂 不就是说 对待自己对待问题的态度吗 把猫叫了个秘 行 我这就去 这就去 说风就事雨 陈此微局 属下 难辞其咎 恳请上风 速速定夺 带单 干嘛 出去一下 妈 我答应跟草草玩了 一会就回来了 干嘛呀 匆匆忙忙了 干啥去 我带蛋蛋去见谅春风 你干嘛让蛋蛋陪着 我一个人不想跟他说话 走 你就应该单独跟他说话 行了行了 我有了啊 你把这些年的苦水 你跟他倒一倒 这个傻名字 贺站长 大老板还没有回店 站长 要不然你先回办公室休息一下 只要大老板回店 我马上去通知你 不 我就在这儿等你 念 详情之息 我命令 立即秘密抓捕廖秋月 并且执行强决 杀衣警板 已经效用了 这是一个快刀斩了麻的办法 虽然廖秋月是我的小骨子 但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和安危 廖秋月是廖副站长的亲妹妹 要是廖副站长出来之后 问其他妹妹的事情 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相信春风 直到属中属亲 我会亲口跟他解释的 旅游 路上 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把我今天死了之后 我们的孩子就没有妈了 我们的孩子 什么孩子 我们的孩子 这个铃铛的另一只 在满层的脚趴上 你要是想它了 就看看它 在满层的脚趴上的脚趴上来 报告 进来 贺站长 代老板再次来电催促 让我们马上行动 他严令 今天之内 必须抓捕廖求远 执行枪决 并且让您亲自执行 贺站长 咱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了 以敲山震虎 制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咱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知道怎么做 让所有人待命 从现在开始 不准踏出情报站半步 不得走楼一点风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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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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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